感谢主耶稣恩典 我们进入第三天 真是奇妙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假如我现在右边手边这个黑板 是天地之大 好像一个宇宙 这样的一个尺寸 意思是说 我们有时候要慢慢的用我们的想象力 去看一下我眼前的世界 假如这个黑板就是 全部的世界也包括了全部的宇宙 那我们可能在这个黑板当中 只是小小的一点点 对吗 那我们的眼光就开始会变比较大 那我的问题是说 假如在这个宇宙当中 我们 我们只把这个教会 也就是说这个建筑 现在西台中教会列在中间 那我们就觉得说 我如果在这个里面 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话 他才是叫服侍神 我觉得我们的眼光 有一点点的不够开阔 这样OK吗 因为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神 那神 他不是局限在你现在 神是充满在整个黑板 也就是天地之大 也就是看到的整个创造 那么 现在如果我们把自己拿出来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我们依然的是在神的里面 对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也有朋友 你有同学 你有同事 他们没有认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一样的 也在这个黑板的里面 对不对 与你同行 可是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没有进入到救赎的里面 没有进入到救赎的里面 因此他做的那个动作 跟你做的这个动作 是不太一样的意义 这样OK吗 意思是说 今天你跟我是一个被救赎之人之后 我们所做的每个动作 每句话 每一个什么表情 每一个体 他都变得格外的有意义 因为他是独居的名 这样OK吗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如果我只把服侍神 局限在这个屋子里面 我才是做一点什么的话 那这个屋子里面的竞争和其他 因为如果有两百个人 同时要来隐私 谁应该先领啊 听众 信者 可能都已经唱累了 因为有两百个人等着排队 要服侍神 对吧 所以当我们把它放眼全球 放眼整个宇宙的时候 刚刚你从家里来到路上 所做的点点滴滴 所有的思考 都是在服侍神 这样子同意吗 只有两个人同意 所以剩下的人 你们刚才在做什么呢 行尸走肉吗 要常常的去思考 把神这个概念 放在我的生活里 二十四个小时 不论我面对的是我家的孩子 我的配偶 我的朋友 我的同事 我教会的人 还是我认识的尊重的长者 所有的点点滴滴 你通通都是在服侍神 为什么 因为它变得有意义 因此你就不会随便的乱说话 随便的乱做事 因为你身处在这个会堂的外面 依然在服侍神 我要给大家这个概念 有这个观念之后 你就不会很积极 应该要很积极 但是不会太积极 也要很积极 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把这个会堂当成一个竞争的场所 就是我要来这里做一点什么 我才是服侍神 那这样子的话 我的眼光就变得非常的宅小 这样子 所以你等一下 就算是今天下课的时候 聚会结束的时候 你在门口跟任何一个人讲话 跟一个小朋友说话 跟大朋友聊天 你知道你说的每一句话 每个动作 都因为你是独居之名的 救赎的身份 而变得格外的有意义 你在服侍神 哪怕眼前是一个孩子 你在服侍神 为什么 因为神你看不见 他充满在整个黑板上面 对不对 这如果天地之大 他充满在这边的时候 因此只要在这个范畴里面 你做的点点滴滴 因为你被救赎过 你是他的子女 你就被怎么样 称为 在他的眼前 被称为义了 你所有的做就是都在服侍神 你只要格外的注意 你跟小孩子讲话 你随便瞪他一眼 你在瞪谁 这样知道吗 因为神在这个当中了 你就不会觉得我离开这边 我到外面去隔壁那个眼镜 我跟他污两只眼镜 来骗他两个 然后就告诉他 你给我杀架 来偷两根葱 那这样子的动作 你要知道 你也在服侍神 可是他就变得格外的没有意义了 因为我们用天地之大的黑板 来想这个问题 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就来谈谈说 我们要进入到服侍神 也就是说 整个大宇宙 天地之大 我们要服侍神 那圣经 他直接 神就透过圣灵的引导 让作者写下了圣经来指示我们说 我们好比是一个仆人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学习道理的过程里面 从领受道理的过程里面 我们常常会知道 我们就是仆人 所以这一点我们不用质疑 那我们就来只是谈一谈说 那仆人应该有的思维是什么 什么样的款式 他称为是仆人 假如我们去过一些 不一样的国家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些国家 他们的家庭 环境里面 就真的都是有请用人的 就是叫仆人 所以他们在呼唤他们的仆人的时候 仆人就会怎样 随时不论你在忙什么 你都要回答的 那叫做仆人 那仆人如果常常告诉你说 pisei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我有我自己的style 我有我自己的风格 而且我本人觉得这样子是更好 这个说话的样子 有一点不像仆人了 好 我们思考这个就好 所以什么样叫做仆人 我们其实思考 我们不用来检讨说是你是我 就是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常常我们要提醒自己 是不是仆人 因为你知道如何吗 有一次 我也是人你知道吗 曾经 那你知道现在都收发信件 都用电子邮件对不对 email 结果呢 教会就通知了一件事情 对吗 然后呢 我本人 我这个人 我本人 就没有收到这封信 于是乎呢 教会就开始 做这件事情了 对吗 然后呢 我就觉得说 奇怪 为什么大家在做一件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呢 那我就去质问 质问 我曾经也是人 我就去质问说 现在是什么意思呢 这样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大家都在做 我怎么不知道 你没有收到信吗 某人 我就说 谁寄出来的 那个人寄出来的 好 我要去找那个人 讲清楚 什么意思 把我漏掉 像我刚刚做的 这样的例子 你觉得他是像仆人吗 仆人就是说 没有通知你是应该的 所以从这个概念 从这个例子 你就去想说 我们常常在 服侍神的路径上面 常常会有一些 一些很正常的想法 很正常的逻辑 它是从社会化进来的 那社会化进来之后 我们会把它带进 这个团体里面 带进天地之大的服侍里面 去的时候 那如果现在要调整 思维的时候 就是什么 你没有通知我 如果我是仆人 我把自己定位是仆人的话 你没有通知我 本来就是应该的 你们家 因为这边有一点难讲 那比如说我在印尼 我讲仆人 他们很容易了解 因为呢 他们一家里面 都有两三个仆人 你就看那个主人 要出门的时候 都不会跟仆人说 不好意思 我要去买个菜 你看个家 我马上回来 这个就怪怪的 这个主人要出去就出去了 那出去之后 仆人也不知道 他去哪里 几点回来 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就叫仆人 就是不需要通知你 那现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 习惯就是说 我是什么人 怎么都没有通知我 这个怎么能做呢 有可能 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要对自己要求 什么样的款式是仆人 然后圣经的教导 我们复习第一节课 圣经的教导直接就说 你看众人 在救赎的里面 他变成肢体 就是变成一了 变成肢体 在肢体当中 没有办法去什么 分类 不能轻看 然后呢 更重要的 我们对仆人 最清楚的教导 就是要忠心 圣经上从来没有教你要成功 他只有教你要忠心 可是我们因为被社会化的大脑 训练过之后 我们觉得做事情就要达正 要成功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把这样的情节 带进来 在天地之大的里面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我要做点什么 那反而忘记了 其实我在外面走公园的时候 我是不是曾经对着天上的白云 说一声谢谢 我是不是曾经对旁边的野花 感觉到温暖 你有吗 如果有 你都在服侍 因为整个天地之大 是神所给你的 你对他们好 就是对神好 这样OK吗 所以你对自己的家人好 你在对神好 你在对自己的配偶好 你在对神好 要有这样的概念 就不会很多的东西解不开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把地平线放到你跟我的时候 那就有千千解 解不开 为什么 你对还是我错 一定要谈这个问题吗 可是当整个立体上去的 独居之名之后 我们学习到的这两次 我们就会知道说 原来神是要提升我 来我们再来练习 提升是在我们整个的灵性里面 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这个概念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其实已经知道了 从假地带到乙的时候 这个叫做什么 带过来 那从英文来看的时候 它就是从这边把你送过去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是 从地平线往上拉 是另外一种的提 提 所以它这两个动作都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天上的神在整个旧约历史里面 一直到我们看到使徒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我们注意看 所有的渐渐事都是为了提升我们个人而已 只有这样子 他用的字非常的简单 就是把你从假地带到乙地 这样子 弟兄姐妹 我们要常常去想 一生走到了今天 因为我们各式各样的年纪都有 一生走到了今天 你觉得神提升你几次 要数一数嘛 那讲A一点 带到一点来帮我一起想 比如说你换工作了 这是一种提升 独居知名属灵的眼光 一定要往这个上面去建立 这样的概念 不然的话全部是平面的 不行 一定要往上走 往立体走 再来一次 换工作 有没有人换过工作 搬家 有没有人搬过 就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这种都是叫做什么移动 这种移动都是属于提升的动作 再来 有没有人结婚 姐妹 从娘家到妇家 弟兄比较没有感觉 你们都一直住在原地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知道姐妹的苦 好 一点再提到一点还有什么 怎么这样的转变 把你的身份变成 父母 因为是天地之大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定律里面 神不断的借着很自然的A点带到B点一直提升我们 所以你想从baby时期开始到今天 你已经可能被提升很多次 可是有没有可能每次都在同一个结上面打不开 有没有可能去想 你换教会你曾经换过吗 换教会听起来比较负面 搬家就转到另外一个教会 有没有转过 你整个都是西台中的哦 你们从baby到现在就是定在这里 很伟大耶 视野会很小 有机会去北台中看一看嘛 好不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换教会 它就是一个提升哦 你千万不要小看它哦 你不要觉得你换一个教会只是欧气、赌气、什么就出去了 台湾因为很方便 方圆五公里就有五个会堂 所以你就高兴就去A 不高兴就去C 有没有 你如果去美国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知道吗 它整厘土地好像一间而已 你在这间只要跟人家吵架 你就看要提升到哪里去 你爬也要爬进来 最后就是站在门口 因为你就觉得说 那个影子有硬闭到我 这样啦 说不硬闭啦 说这样啦 所以你就知道说 提升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这个提升就是为了你这个人 就是为了我了 因此你就看说 不论你的工作服饰内容是什么 它就是一次一次的提升 那个提升前面有一个前奏曲 就是说你只要觉得大脑里面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那个就是在提升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的一生当中都没有这样 这样一下 那提升的功课就买了 意思就是说 偶尔有几次这样 怎么会这样子呢 那个就是大脑在震动 跟你想的不一样 大脑就震动 就会 一下 一下的下一个动作 就是要提升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开始练习 有今天第三节的练习功课 每一次被 呃的时候 你的祷告 就要问问题了 你知道吗 问什么呢 就是 主 你这一次要提升我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合乎轨道啊 你这样子一问啊 圣灵会在当中 可是如果你 呃了之后就说 哪会这样呢 那明明就是 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到 这样这样 这样做啊 你能看得到 那主耶稣通常不会回答 因为这个剧本不属于他 他天地之大的服饰 是摆好各样的东西 为了提升你我 所以他的题目好简单 只有为了提升你我 可是现在你问不到这一题 老师就会很伤心 有没有 比如说小朋友写这一题 他一加一等于多少 你就要问说 老师这一题数学怎么算 老师可能就会 好聪明你看得出来是数学 那你听到没有 啊如果你的学生 你出一加一的时候 就你的学生就说 那样呢 那老师就说 那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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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不出来 老师就很想打他啊 不是吗 就是连题目都问不出来 他说 啊这题数学怎么算 这样 好了 那在属灵的国度里面 从整个圣经来看 他在讲提升 讲提升 比如说什么 你自己去运用啊 比如亚伯拉罕 从点到什么点 你注意看都是这一种 啊什么 雅各从什么点 一次一次的提升 摩西从什么点 到什么点 有没有 保罗从哪个点 又到哪个点 然后一直这样提升 他那个每一阶段 都是不一样的 属灵的造就 丰盛的造就 好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只要大脑里面 会觉得 嗯 的时候 然后 你可以先骂 骂一骂 就说 嗯 怎么这样这样 这样A不可以 这样B也不可以 那样C也不可以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那现在我们学 就是在祷告里面说 主 那你这一题 是要提升我什么 我看不懂 因为我真的没有看懂 我没有错 我只是想要服侍你 我错在哪里 但是为了这一题 是叫提升 好 请教我 因为你要这样子问 问得对 主耶稣就来告诉你了 圣灵好妙 真的喜欢跟我们讲话 因为我有一次 我会这样分享 就是 我最爱跟你们分享 真实的故事 我有一次 就去跟人家强奔 就你知道吗 我这个人已经很OK 不太会跟人家强奔 我跟人家强到的时候 是已经叫做什么 任无可任 我觉得我真的太伟大了 你懂吗 你懂吗 你一千个当中 大概碰不到一个半 可以让我强套的 对不对 就我就一直觉得说 你何苦这样多多逼我呢 我 这么的温和 真的啦 我们会自己想象嘛 真的觉得自己蛮好的 不是吗 对啊 对自己讲 他就觉得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那个就是 有没有 那个感觉 然后 这个意念进来 我自己去上课 自己去上课 说要提升 对吧 好 我看现在是要提什么 我的错 就不是我的错 这真的太夸张了 不可以这样欺负人 讲了很多 就演了很多歌仔戏之后 就跪下去祷告 主 你要提升我什么 哎呦 那圣灵 就直接呢 才刚问完哦 主啊 我们会祷告嘛 主啊 你这一提太难了 这一提是要提升什么 因为我知道要提升 但是 我真的没有错啊 就很会演歌仔戏 然后 提什么 谦卑 我想说 是吗 嘴巴还会问哦 是吗 又跟我说是 所以在圣灵的祷告 非常的奥妙 会直接指教我们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体会 提升非常的重要 然后再来我们第三个 我们分享 第三个主题 就是说 啊 在西乃山的时候 真的太奇妙 我们看一段圣经 好不好 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我们在讲整个 救赎合一的时候 就是一个集体工作 这是整个教会 就是集体 他就是在讲这样的概念 出埃及记十二章 第一节就好不好 我们用这个做参考 非常的简单 他去试的 十二章的第一节 的出埃及记 他说主神 在埃及地呢 小于摩西亚伦 就是说 主都要跟告诉他们说 你去讲 说啥呢 叫你们去讲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 为一年之首 那我为什么 我会引这一段 主要是说 这一群被救赎之人 即将要踏入 就在救赎的里面了 因为离开埃及 就是带出来的意思 有没有看到 A点到B点 离开埃及是救赎 整个救赎 就在做提升的工作 所以从埃及 要把它拉出来的时候 要先以神为主 你知道当时 有埃及地啦 犹太人啦 这些百姓等等 你知道已经很有秩序的 意思是说 他们有自己的什么 月历 一月二月三月四月 他已经有 你不要小看哦 可是这时候 神要带他们进来 就是说 进入救赎的时候 要先认清楚 说 你以这个月 就当一月了 我管你 现在你的月历 是走到哪里 今儿就是一月 那你不是很头晕吗 就是 现在明明是三月 可是神就说 现在就是一月 你没办法跟他抢的 对不对 好了 那有这个概念之后 就是说 连日期连时间 都是神定的 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列在黑板上 就是说 从救赎一进入的开始 时间已经不属于你 这样OK吗 是神 神的时间 不是你的时间 你当然会用眼光 社会的眼光 社会化就是说 今年是2017年 所以我明年打算做什么 我后年打算做什么 我们会有很多的计划 OK的 不要怀疑 可是现在你除了 这个正常人之外的逻辑 必须进入到 独居之名里面的逻辑的时候 要开始练习看 我的时间已经不是时间 是神的时间为时间 结果神的时间又非常的奥妙 没告诉你 没告诉你 所以通常你就会看到 在整个的救赎当中 他大部分都会说 当时候满足的时候 你注意读圣经 时候满了 就这样 那是谁的时候 神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就这样子 因此神有他一定的规则 那从那一天开始 神的时间就变成你的时间 他说今天是1月1号 你能说怎么样 你能说不对哦 行啊 我看你 看不到哦 你能讲吗 你去试试看 那所以说进入到独居之后 在西乃山之前 你就要先知道 在救赎的路径上 从此时间是神定的 你已经没有时间了 很抽象哦 慢慢去想 来再来 我们就来复习第一节课的哦 我们提过 依靠神加上等候神等于信心 那我们的依靠神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我可以做 我也有能力做 那我靠着神的能力 我们很会祷告 对 我靠着神的能力 我就来做了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 再看一次 依靠神 就是说 我可以做 我也愿意做 我也有能力做 这是第一部分 但他不是信心的全部 所以第一部分有了 再来加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叫等候 等候的时候 时间会放进来 那刚刚的那一题 已经说什么 在西乃山之前 进入救赎的工作的时候 要被提升的时候 时间已经不是属于你的了 因此你怎么看时间 一年两年三年 都已经不是你的时间 所以等候神的时候 当时间放进来 时间又不是你的时候 这一件事情等候 变得非常的艰难 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 用你人为的时间去说 主啊 我已经等你三年了 你没有办法讲 因为神说 我的时候尚未满足 你能说什么 所以你只能够 跟我们一起这样练习说 主啊 我要提升什么呢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当有答案进来的时候 你的人会开怀 有没有 这一题如果写不出来 你就会很沮丧 因为你的题目是什么 你都很沮丧 但是当这个题目 有答案的时候 你会开怀 所以我们问问题 问提升我什么的时候 你会开怀 因为圣灵会直接引导你 给你答案 那因此呢 时间既然不是你的 就不要再问时间了 不要说主啊 我三年了 是要等整个三年呢 你不用这样再问了 因为神就说 时候尚未满足 他如果只回答你这句 你也是很可怜 因为你就说 要满足是要满足到正时了 那他就会说 就尚未满足 所以问问题 问不好的时候 神真的回答 你也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呢 所以呢 既然时间不是我的 你就要心一横 就是说 主我知道 时间不是我的了 不论多久 时候满足 就会成就 但在那之前 主 你提升我什么呢 主耶稣会告诉你 要去体会 太美妙了 好吗 问问题要问对 这是今天的功课练习 好 再来 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 时间不是你的过程当中 更妙 而且是更难的 神在这个时间里面 透过人 来完成他的时间的满足 这样OK吗 而且我还加了一个夸号 我简直念不出来 就是他会透过恶人 你看圣经 真的好妙 真的不是你现在才有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是天底屋 唯一那个受苦受难者 我也是 我曾经觉得说 我这样的热心 主啊 你可曾看见 就主耶稣就让我翻到 马拉基书 马拉基书 来我们看一下 分享一下就好 聊聊天 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十三节 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 旧约的最后 马拉基书 第三章 十三节 十四节 你读完的时候 真的会跟我一样流下眼泪 主神是这样说的 注意他先讲话 主神是这样说 你们用话顶撞了我 你们还说 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 就是人也会说话 那主神就说 你这样子对我说 然后人就说 有吗 我哪有 然后十四节 他就加强说 你们还说 你们就是我们 你们还说 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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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突然的 你看 遵守的 我们这样遵守 我们在神的面前 苦苦的斋戒 有什么益处呢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你走天国路 在服侍的上 你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真的那个心 真的是冷掉了 哀掉了 哀掉 有这个字吗 有吗 有 谢谢 其实我都讲错了 你都一直鼓励我 传道每次都讲 你提升我什么 好啦 不好意思啊 意思就是说 我们觉得说 祝啊 我是演给你看 不是你啦 我 每场聚会都到 你要唱诗 我就唱诗 你要祷告 我就祷告 我什么都做 你说要 什么 这有什么主 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要我发传单 我去发传单 你要我进学校 我就进学校 你要我下水沟 我就 下水沟 就是意思说 你什么都做 苦苦的斋戒 就非常严格的对自己 然后 然后 我遵守你的话 如今 有什么益处呢 你看看他 隔壁那个 你看看 十五节 你看看 狂妄的人 作恶的人 可以站立得住啊 主啊 你有看见吗 你看 他到这个地步 当年的人 到这个地步 那我们今天 也有可能 走到这个地步 弟兄姐妹 在服侍的路上 天地之大 当有一天 你心灰又易冷的时候 想起这段圣经 你不是唯一的那个 为什么 他真的让人 非常的沮丧 这个我们要盘开来讲 所以我在这边 列出就是说 只要碰到时间 不是你的时候 神竟然透过人 来成全 这一段 尚未满足的时间 你的气 你的心 你的泪 何等的 能够吞下去呢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说 真正的信心是 在这个情况里面 你仍然的 有行为 做你该做的事 当时候满了 真正的信心 就出来了 这个在天地里面 在服侍神 这样OK吗 鼓励大家哦 从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样的人他们觉得说 我还有做什么 我这样的拜你 有什么用 恶人可以建立 那个坏的可以这样好 这个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思考了 今天 神一直一直一直的想要跟我们讲话 这个读起来有点伤心 可是 神讲的 不见得是我今天想要听的 也不是我今天有兴趣的 你可曾想过这件事 神从开始 更古以前 没有创世之前 他选定了我们 他一直想要跟我们讲话 你可曾想过 看 如果你还有手 希伯来书 第一章 很感伤啊 希伯来书第一章 第一节 你看我们把它白化一下 神在很古以前 借着很多的先知 祂的人 祂的工人 很多次 很多的方法 用不同的方法 想要跟你的列祖说话 就算到今天第二节 就算到今天 在这个末世 就是你跟我了 我们的时代了 在这个末世 祂借着自己的儿子 就是耶稣基督 也要跟我们讲话 因为 这个耶稣基督 早已被立为 承受万有的 那么 祂一直想要告诉我们事情 现在来了 我们一直问神旨意 可是 如果神真的告诉你说 姐妹 弟兄 我没有要你这样子的服侍我的之后 假如他真的开口说 请问你能说什么呢 我们不能说 对不对 可是现在我们想听什么呢 这就来了 神一直想要跟我们讲话 因为他要讲的是 他想要在我的生命里面 成就一点什么 他想讲这个 可是我们只对眼前的工作有兴趣 这样懂吗 这是社会化 下一句就 我们对工作有兴趣不是坏事 可是是因为这个是被社会化的大脑训练出来的 可是神其实要借的东西是 各样的方法 各样的工作 各样的情况 他是为了提升你生命里的特质 那他其实要成就的是生命的事情 可是我对不起 我只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你不要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对这个有兴趣 你可以让我做吗 比如说是这样子 你对你的孩子啊 对孩子 孩子 我要你健康 我要你快乐 我要你敬拜神 可是孩子就说 你买电脑给我 我知道 可是等一下 电脑明天买 但是孩子 我要你健康快乐 敬畏神 你还是没有买电脑给我 他只对眼前的电脑有兴趣 你懂吗 可是你一直在跟他讲 健康何其重要 快乐对你的精神何其重要 敬畏神 No.1重要 可是他就说 你就没买电脑给我 你会不会想要打他 这样你听得懂吗 那现在天方的阿爸父 也是这样跟我们讲 孩子 我借这个事工 我不让你做 或是让你做 我借这个事情 是为了提升你 内在生命的品质 孩子 请你听我说一句 我知道 但是 我就没有拿到这个东西啊 你对工作有兴趣 你对神不太有兴趣 小心啊 兄姐 在服事的路上 神只是想要成就东西 在我们的生命里 他从更古以前选了我 就是要让我被提升 可是是借着环境跟工作 可是曾几何时 我被头脑被训练好之后 我只对眼前的工作有兴趣 我不在乎旁边的人是谁 天啊 我们做啊 天地之大 你有办法去赞美天上的白云吗 因为你只对工作有兴趣 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看 然后因为我们对一个事情很有兴趣 很积极的时候 我们就会挤啊 一挤啊 我们对身边的人就什么忽略了 忽略了我们的家庭 孩子 配偶 身边的教父 身边的弟兄 姐妹的肢体 我们就忽略 一挤 我们就使出浑身结束 因为这是大脑的工作 就是第三就是 第三部分就是大脑开始工作了 大脑工作就是昨天介绍的 你挡不住他的 因为他本身就有办法 他就会开始搬所有学过的东西 出来跟你挑战 你背景是什么 你财经吗 我真财 你做财务 有没有 急了就要搬这个啦 不然要搬什么 没有东西搬了 你会在那边选完 还是你们在服饰的路上 你会在那边说 你生命的特质是什么 那个姐妹就走了 转头就有那种神经病 跟你讲生命的特质 你懂吗 所以 整个的服饰里面 是在讲生命的提升 整个的服饰里面 进入到神里面 是大黑板里面的什么 天地之大 所以你的服饰 没有只局限在 在这个屋子里面 你的服饰是在你的家 在你的环境 在你的同事 在你的学校 在你走路的路上 在你今天碰到的欧巴桑 为什么我都押韵啊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再来看一下 人非常的奇特 他是从眼前的事实 来认识天上的神 在做什么 很抱歉 我们的眼光非常的短 所以我们只会根据这个 来认识天上的神 因此我们的结论 这一节课是说 如果我们跳不出眼前的思维 就是社会化的东西 我们其实很难真正的认识神 因为神的东西非常的高超 美妙跟奥秘 那么他的轨道 他的逻辑 我们完全不能参透 那我们今天只能想办法 尽量的靠近他 可是他靠 他好想靠近我们 是因为他提升 一提升眼睛就开 就有了智慧 可是我们很喜欢 没办法 我们喜欢透过 刚刚发生的事情 来认识天上的神 就会评断说 啊 我猜 我跟你说 我要 主要所有意思是这样的 那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诠释 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这样想 可是我的阿爸父 就这么的慈爱 就听你胡扯 这样你懂吗 比如说 我有一次去到一个国家 有一个姐妹 告诉我说 在这个服侍的路上 多么的颠簸 多么的曲折又离奇 他多么的被排挤 又怎样又怎样 就故事很长 因为通常只要牵扯到服侍的时候 那个故事都讲不完的 就是他多么的爱神 但是怎么样 结果结果 我听 听 听 听到最后的时候 我就心里想说 姐妹 你可曾想过 就这一句嘛 可曾想过 神要提升我们什么 我都用我们哦 我都不能说你提升你 提升我们什么 他就说 我已经这样忧了 还要升到哪里去 我听完之后 我就很晕 因为我就想说 我总不能给你两巴掌吧 我觉得 你是怎么回答 起码谦卑的态度都没有 你要演 你要演出 像你也说 哎呦 我是个无用的仆人 你起码要讲这句话嘛 可是他就说 我已经这么忧了 我还要升到哪里去 哇 我想说神给你做好了 奇怪 你是在说什么 那为什么呢 他就开始诠释说 啊 我知道啦 他们不喜欢我 是因为嫉妒我啦 哎 他自己诠释哦 然后讲那个故事 听起来是真的嫉妒哦 因为你知道 故事一定会match 合乎他 现在要传达的主题 人是这么的厉害 你可知吗 然后他就说 所以我就这样 我就释怀了 既然要嫉妒 我就让他嫉妒 好 第一题完了 对不对 第二题 后来我跟你讲 我换到B教会 我好不容易从B教会 重新开始 哎 还有重新开始 你知道吗 重新做人哦 哎 你刚才有重新做人 通常换到教会 就会重新做人 因为我 我听那个姐妹教我 我就觉得说 哇 真的好奥妙 因为 我就觉得 我做人就 反正就做人嘛 可是他要常常重新开始 那个全部是社会化的东西 好 结果 姐妹就说 我重新开始 没想到A教会的人 去给他传留言 B教会就阻止他工作了 他就说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过去呢 他们就说 因为A教会派使者来告诉我们说 不能用你 然后他就说 你看啊 我这样子的爱耶稣 从A转到B B转到C 就是不让我工作了 那我说 那然后呢 他说 我也看开了 我就忍耐吧 我就忍耐 讲得也很漂亮嘛 你有没有看到 他完全是用眼前的生活 来认识天上的神 就是神现在在叫我忍耐 那神现在是叫我 嗯嗯 什么 神叫我这样这样这样 那也OK 那弟兄姐妹 我现在要讲的是说 他没有错 可是我们要提升 我们提升之后 要开始练习 第一个就要先想说 我的脑掌控了我 我要跳出来 所以主耶稣 我知道 你是来帮助我的 因为 我的主 从救赎的概念来看 第一天 他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他就不会想要放手 除非你不要他 这是我认识的神 所以你千万不要误会神 神从第一天拯救你 选定了你 他就是要拉你到底 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要被拉 我不知道 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他透过环境 自己会解释很多的事情 可是我的神 记得 你不要丝毫的怀疑 他的慈悲跟怜悯 因为这是他整个本质里面的中心 他的救赎里面就是慈悲跟怜悯 就是在你最不好的时候 是还是罪人的时候 他拉你上来 就是提升 他把你拉出来 从火坑 从污泥当中提上来 就是这样的概念 你想 这个慈悲怜悯的神 在最不好的情况 他都有办法把你拉出来 他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已经热心为主了 你觉得他会把你丢下去吗 不是的 抓住这样的应许 就是慈悲怜悯的神 现在我要提升什么 我看不出来 这样就好了 他拉你上来 他就会拉你到底 你要对这个有信心 这个慈悲怜悯的神 绝对不是你全世的神 这个慈悲怜悯的神 是透过各式各样的环境 来想办法 让我们的生命历程被提升 至于提升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不能随便讲一个 你就觉得这个是了 因为每个人在属灵的里面 真的是奥秘 可是我只相信说 我们被他从埃及地拉出来 集体了 我跟你是站在一起的 没有更好 也没有更不好 我们是一起在走这条神预备的旷野路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他已经没有自己的形象了 所以今天谁站在前面 谁站在后面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我充满的是喜乐 是因为我知道神提升我 而且我还知道神提升我什么 你想你是不是全世界最喜乐的人 因为圣灵直接指导你 你不需要靠老师 这样OK吗 所以在服侍神的路上 我们结论就是 天地这么大 你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说话 都是在被提升 今天回去之后 不论你跟谁接触 跟孩子 跟配偶 跟家人 跟同工 跟弟兄 跟姐妹 不论是谁 请你常常想到 主耶稣是借着他们在提升你 不能够只对工作有兴趣 因为我们至今不明白 这是我的结论 就是我们真的不明白 神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神用恶人来成就他的事 为什么神当年 就是只选雅各 而不选以扫 我们真的不明白 谁能够解释这一题 解释得清楚 没有 没有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走 敬仰到今天 我们要认清一件事实 就是 我不明白 这样就好了 你要接受 不要强 强解释 因为神如果告诉你说 不是 你真的会没有脸 再活下去 你懂吗 所以 我不明白 我只有感恩 我不明白 我只有调整自己的思维 我不明白 我只有努力的去突破我大脑的保护机制 我不明白 我只有尽早的把主权交回去 因为时间不在我的身上 我越早交出去主权 我就越早能够看见神国的奥秘 你可相信 你可相信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在服侍神 我们今天做的小结论 服侍神到今天 你跟我要练习真的不明白 如果你觉得你明白 你可能走在自己的服侍里面 你跟我其实不明白神为什么选他 而没有选他 你跟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神造就教会要用这样的人 而不用那样的人 你永远不知道 为什么神把重责大任交给一个阿斗 而不是交给你 你完全不知道 可是事实上他真的是阿斗吗 你也不晓得 可是从你的有限的眼光里看 明明就是阿斗 这边没有人叫阿斗 因为我有一次真的 我不好意思 我聊天一下 我有一次去警告 我真的讲阿斗 有一个人就想起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斗 结果大家弟兄姐妹都叫他阿斗 那我就喊很大声说 那个阿斗 那个阿斗 就往后走 我就想说 弟兄你是要小变吗 又给我认一个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明白 我有调整我的思维 就这样子了 所以结论就是说 我越早把主权交回给神 时间不在我 决定不在我 权力不在我 我就越早可以看见神国的事 我就是勉励鼓励大家彼此 你可相信 就这样子 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看 熬炼熬炼熬炼之后 才开始献贡物 意思是说 神就是这个熬炼者 他就不断的熬炼 才让你可以开始献一点贡物 献贡物何其的简单 就是拿过来说好弟 可是呢 他说之前 马拉基斯沃你去看 他之前要漂白啦 熬炼啦 然后他说 你才可以献一点贡物 这个道理太美妙了 这个道理太是独居之民的独特性了 社会完全不是讲这一套 对不对 你有能力 你早就跑到第一线来了 这边不是耶 你有能力算什么呢 熬炼你 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有了这个基础 有了这个概念 我们就ending了 结论 神今天要的是我们这个人 而不是我们手上的工作 可是人如果一对了 调整好了 问对问题了 你工作什么的果效 就跟着你了 我们对这个要有概念 我们不要一直对工作兴趣太浓厚 我们要对自己兴趣浓厚一点 因为神要的是我 他的救赎是救赎我 而不是救赎工作 这样OK吗 神是救我进入他的国 可是我的人只要对了 调好了 我不论做什么 说什么 那个果效跟着我了 就这样而已喔 他是附属品喔 所以不是道过来的喔 所以呢 我们要认识 这是神想要说的话 那神如果想要说话 其实是什么 我们就更认识他 你更认识他的时候 神果的事情更清楚 你对很多 哎呦喂啊 或是我的天啊 或是那样呢 你就怎么样 很快就过了 为什么 因为你更认识他了 你更知道他的性情是什么了 就是我们要认识神 所以福祉最难的 其实是一个灵修 是为了最终 面对旁边的人 明天我们要继续讲说 面对众人是一件 非常大的挑战 千万不要小看他 你觉得你在工作 你其实完全在面对人 那你知道人 你看人 多么的可爱 不能可恶喔 上次有一个负责人 我在另外一个教会 他说 我跟你说 最近教会的人都很可恶 我听到都很紧张 因为是集体的概念 那个你就是也很可恶啊 这样懂吗 所以我都不敢讲 我都要说很可爱 因为这样就包括我在里面 最后练习讲 你不要说 你们什么职务会怎么样 还是你们教员怎么样 还是你们青年怎么样 你说他们不好的时候 其实就是连你 因为他是昨天嘛 集体的概念 不是单独的 你一有形状 你就已经有问题了 你会集结 你那个是癌症 好啦 Ending都不可以讲不好的话 Ending就是要说 服侍对我们自己 就是最大的领袖 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彼此来鼓励好吗 服侍是天地之道 在家 在配偶 在孩子 在各式 走到楼梯 等一下下去 跟人家平安再见的时候 灿烂的 喜乐的 告诉人家 明天见 你可知你在服侍神 又不要 你们服侍就是想做点什么 对不对 没有我的服侍好简单 就是跟他道平安 握握他的手 我就觉得我摸到神了 好吗 弟兄姐妹 主耶稣祝福你们 你们用信心领受好不好 有没有说 我要 我呀我呀我呀 就我相信 感谢主我们一起唱诗 唱诗 我们唱诗 第五首 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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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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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住我水泉 照照海洋山平 修作大大原本荣耀 心底行事此刻 第三節 我擦住我擦死 到誰是地如常 真相承地如是無常 徒相別風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